究竟選一套出席的衣服 成為了大家的重點 要不知為何 其實我想說 我的造型師是很斯文的女生 很文青、很低調 她那天突然選了新打扮 她叫我試一試 我們覺得效果很好 但其實跟她平日選的東西很不同 在那一刻我很想支持她 我覺得她選得很好 就這樣 口水多過浪花 才是等你埋位 很久沒見 真的很久 我經常在這裏經過 你經常出出入做訪問 但我想問 你今天就封到上頸 女生真的很極端 那天有沒有凍親 我那天也封到上頸 不過中間在這裏透視 其實每次出現 我覺得歌手和演員 或者我做主持人很不同 歌手的形象始終要經常變 歌手的形象 你算不算變得多 我隨著不同的階段 我真的會有些不同 我想說回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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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基於什麼去選一套這樣的衣服 出席的呢 真的成為了大家的重點 對 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我想說 我的造型師是很斯文的女生 很文青很低調 他那天突然選了 即是那一新打扮 他叫我試一試 我們覺得效果很好 但其實跟他平日選的東西很不同 是的 我在那一刻很想支持他 我覺得他選得很好 就這樣 但你有沒有說不 有些造型 我其實對於造型的 接受能力都很高 嗯 我又沒什麼所謂 但是你知道自己 適合穿什麼 不適合穿什麼 譬如你今天的打扮 我覺得很好 謝謝你 譬如這樣的公主 不是人人都穿到 我就穿不到 是呀 因為我很橫 我橫 因為你有肩膀 你穿就好像一個公主 所以你好知道 穿什麼衣服是適合自己的 我不知道算不算好 但是我有自己喜歡的東西 尤其是如果是做演唱會 就更加要知道 是 這是一個很大的商量 很多年之後才開始知道 初初真的不知道 有沒有什麼衣服是後悔過的 我又沒有去到後悔 但真的很印象深刻 其實我這麼多次演唱會 我只有一次 就是第一次開紅館 我是穿得比較性感一點跳舞 嗯嗯嗯 意思就是 不是其他衣服 有時都會少少性感 擁抱肩膊 但第一次的時候 我是穿了一件貼身一點的衣服 看到少少胸口 但背部還背著一顆星 嗯嗯嗯 那個造型 我到現在都覺得很威風 穿著一套跳舞衣服 然後還要背著一顆星 在背部上跳舞 我現在應該做不到 為什麼呢 我怕醜 哦 以前真的 公司說演唱會 你要練舞了 其實我一輩子都沒有跳過舞 可以嗎 你跳舞 他叫我跳舞我就跳 我想都沒有想就跳 哎呀很害怕的 我害怕嗎 當然害怕 那就是你游那樣東西 又要唱又要跳 可能那時候真的比較小 我不可以說自己很小 我入行都28歲才入行 是嗎 不是啊 我今早才在想 我要訪問K 我什麼時候見過他 我要說這件事 這個很久之前 你那時候哪有28歲 我28歲 我第一次見你 在電視台 我想跟我媽媽說 爸爸媽媽說Hello 因為他們每天聽你的節目 哦 多謝 他們現在在家 應該自己在空氣揮神 多謝K媽媽的爸爸 什麼時候見過 我記得你那時候很小 我在電視台的新人節目 那時候香港很喜歡紅白大賽的新人 男生穿紅色女生穿白色 我看到你坐了 因為我們真的有很多人 那時候新人是幾十人 男女也有幾十人 很熱 我們女生有幾排等 合唱團 你坐在第一行第一個位置 在看稿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來的勇氣 我覺得我是要向你自我介紹 我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那幾十人如果一個 都向你自我介紹 不得了 但是我 我鼓起勇氣 Hello 刀姐你好 我是今年的新人 我有沒有很驕傲的 嗯 你走開 他說 那當然是新人 坐在這裡都是新人 今天是新人秀 你是這樣 都很壞 我是覺得 糟糕 不知道是不是妨礙看 沒什麼事我先走開 但是你做了一件事 令到我媽媽這一輩子都記得 是 就是過了一陣 拍電視Promo LivePromo的時候 你在林Rowgate之前 無緣無故說 啊 鄭安琦 鄭安琦 你過來 你站在這裡 你今年新人 你站在這裡 怎麼拍到你 你無故抓了我來 站在你旁邊 我就愚愚愚站在那裡 就是那個LivePromo 我媽媽看到我 是 原來你平日出去工作 真的有工作 因為新人 你出來工作 有很多時候 報道沒有拍到你 可能那個活動 有很多歌手出席 真的會提到 名字只有兩三個 和一眾歌手 我就就是一眾歌手 因為那時候 每個都是小妹妹 很多人 沒有自己的特色 所有小妹妹 我記得你 為什麼會記得 我覺得你很小 而且我有看八卦新聞 其實那時候 你已經和你老公拍拖 對 一入行 就被她看中了 對 她有眼光 我又八 這兩個是情侶來的 除了你來和我表白 你先生 即是張繼聰 那時候你男朋友 又來和我表白 他有嗎 他說要相認 他說他小時候 有和我拍過戲 很煩 他做過我兒子 所以我特別留意你兩個 我覺得你那時候很小 沒有現在這麼成熟 有種未見過世面的感覺 你覺得自己那時候是嗎 其實一直都是 我覺得我一直都有這種感覺 不過現在就好像 現在成熟很多 給一分空間 也會有種淡定 以前是較為傻 也是多了 媽媽 雖然淡定 但是你淡定當中 又有一些笑蕾的味道 我覺得始終都是 好厲害 那你現在又成立一間新公司 那一定會有些目標 是不是 團隊有這麼多人 對 也要有公開才行 大師養得起這麼多人 多不多工作,以及你的目標是甚麼呢? 我覺得現在營運的能力是開心的、舒服的 但我仍想自己聰明一點 譬如今年我的計劃已經排得很滿 其實11月12月也有很多事情會繼續發生 拍攝了的節目可能會推出 你說有些設計 對,音樂會,或者建立了一個新的網站 跟大家分享音樂以外的事情 其實也有很多事情會發生 下一年我想自己更厲害 即是這些項目再運行好一點 如果真的可以累積到一些資金 我想我也可以簽一個新人 因為我覺得我當年很感動的就是 我第一間唱片公司的老闆周博然 他也是用自己的積蓄去跟我合作 出了我的第一張專輯 我的感動是一直都記得的 臨出碟那一晚我們聊電話 我說這碟明天出了 我很大壓力 很忐忑 因為我說我從來都沒試過 有人將他這麼大的信任、期望和信心 放在我身上 而這件事是要面世的 要在社會那裡 你這麼成熟 不過不是你28歲的時候 是啊,我很害怕 我說我很擔心 我會辜負了你 我這一刻很想很開心去享受 不過我真的兩樣都有 我很坦白地跟他說 他就跟我說 傻瓜 他說這些要背負這些壓力、風險 應該是一個老闆去做的 他說如果你是一個音樂人 我想你的心保持簡單 不要想太多 如果你可以保持這個心態 唱好你的歌、做好你的音樂 這樣就可以了 我覺得做一個這樣的老闆 令到我那一刻聽了之後 我會覺得 如果我將來有能力 我都想將一個這麼好的心 可以送給另一個人 但是怎樣去發掘一個新人 對 你要有眼光才可以 老實說你捧他 除了是金錢以外 用很多心機 對 所以我覺得不可能 簽很多人 很龐大的發展 我覺得我只可以one on one 對,那你怎樣找出來 對,我現在在等緣分 好像在等另一半 新人是 除了有選的表演 對,現在很多選秀節目 一些歌唱節目 造星節目 我覺得除了這些節目 是一個方法去 找到一些 對,加入娛樂圈 或者去找到方法 見到一些新人 是 有些人可能 他自己覺得 他都很喜歡做音樂 或者很喜歡表演 但是他不適合去玩比賽 嗯 又或者他對於怎樣去做音樂 是有另一些想法 你必須是這種方法 總會配對得到 是 我就在等這個緣分 我想自己聰明一點 我就可以 好像當年我收到這份心意 我又把這份心意送給一個 值得交通 一直這樣傳下去 挺好的 對 小小的火 新火相傳 說回你首新歌 你就 招職 招職 現在好像比較少人說 這個字已經很有歷史感 對 有年代感 你最招職做過什麼 我最招職的事還沒做 你不招職 我覺得我以前那種招職 是差的招職 譬如呢 因為不懂事 譬如呢 就覺得自己很聰明 是嗎 對 而且我是那種 個人做了一件事才 為何我會做這些事 我是傻的 以前是傻的 譬如我講一些很傻的例子 我做過一件最傻的事 我好像沒有在公開的節目說過 就是我小時候的電腦 是沒有那麼電腦化的 直到有一次我去補習那個地方 那個電腦很電腦化 很新穎的 地板很黑 很怕看到裙子 總之有一種現代感 我很好奇那個感觸器有多敏感 因為好像以前那些 你要按一按才能感觸到你 反正夾著你 這種電腦化的電腦 究竟有多敏感 我想知道那個感觸器 你放一隻手過去肯定能感觸到你 我就想了一件最愚蠢的事 我想如果一個嘴唇這麼短的 一個這麼小的東西 能否感受到 一般人只會想 但我在想那一刻就已經做了 我把嘴唇放在電腦門上 然後那個電腦就很快地關掉 誰知道真的夾著我 真的這樣過來的時候 這樣夾過去 然後就夾著了 但我補習的那個樓層是在24樓 當他夾著了我 在中間 我的手是不夠長的 他按不停 還有按 可能按二三樓 他開快按不到 我這樣夾著了 去到24樓 去到24樓開回之後 我的嘴唇又腫了 但我還要去補習 但那個時候又沒有戴口罩這個習慣 我的嘴唇就是這樣去補習 我要強忍著大家奇異的目光 你那時候多少歲 不要說了 其實已經很大過了 但我還會做這麼傻的事情 我個人是會做了 之後想 為何會這樣 但就要承受這種蠢 所以我覺得以前那種 未見過世面的招職 一點都不招職 是真的傻的 傻經 我覺得我自己人生最招職 應該是未發生的 應該要是一些 但是你現在已經存了很多經驗 所以會不會任何發生 什麼都好 你都會有少許的計算 或者是過濾了 應不應該做 應不應該說 現在更加好了 如果都沒有 就真的沒有進步了 有進步的 現在有少許空間給自己 想做一件事之前會計劃 做的時候會觀察 做完之後會檢討 現在好很多 成熟的表現 是的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